五年间,他们与硕州交通管理工作呼吸与共,亲身见证了自己投身的这项事业,在各个领域愈心愈意的变化,感受勇为深切。 硕州大街小巷穿行的电动车,统一登记入侧后,闯红灯逆行的现象减少了。 还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稽查布控系统,它可以说是支队的最强大脑。 酒驾的常态化整治也使人们拒绝酒驾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 欢迎收看本期大家谈,一线交警与城市共成长。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谈交通版,我是季静。 从2012年到现在,五年的时间,我们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呢,也有了质的飞跃。 五年来,我市的交通治理从最初的人力排毒保畅,到现在使用更多的科技设备来使执法更加的规范化和智能化。 五年间,市民的守法意识也越来越强,受访的市民对我市目前的道路状况赞不绝口。 警民关系更加和谐,群众更加满意。 今天呢,我们将就我们全市五年间交通方面的变化,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首先呢,介绍一下嘉宾。 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瀉州市二大队城镇中队队长梁采。 梁队长好。 梁队长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我们铺上中队的中队长何沈来。何队长好。 何沈好,管制同事们好。 两位呢,都参加工作很长时间了。 那么五年来,您对着咱们全市这个交通状况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从咱们全市交通直屑,还有道路交通习惯来,感受最深就是受限制一点。 从咱们老板系这一块出版,说法律意识增强了。 再就是咱们城市道路所有的借口沙斯更加完善了。 然后咱们所有的城市街道的标牌标协有所增加,而且还有所系列标牌标协。 在那些没有接管到位的地方,都重新都有系列开始。 这就是咱们挂大名积的,在日常侦法当中,最企业道理就是咱们得到老板系列的认可都要有了很大的期考。 对,那么您呢,何队长? 我的感受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在我们年代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都会加强。 从这个管理者到这个计程的这方面,都能够这个年轻化、正规化、法治化,大家都能够并肯制化、眼感制化、文明制化、理性制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这个故障意识和社会环境的概念方面,我感觉到这个,随着社会发展,大家的法律是最强,而且老板系法律上也很强。 有时候在具体这个执行制法规范当中,有时候有时候咱们这个交接,有时候比这个老板系的监督的,对这个不规范行为,老板系对这个监督的很到位。 那都是概括地说了一下这个五年来的变化,咱们接下来具体说一下,两段说一下,咱们就是以前吧,现在咱们用的是机材不控系统,在设备方面科技用紧吗? 那么像以前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去监控这些违法行为的? 以前,全靠咱们高区民进行,一些执法民进行卸潮不转,就是卸潮擦口期间,发泄了,避堆以后,发现你是撒鞋套牌加牌的,或者是车为紧, 咱们基本上是处于现场查识,而且目前还是私有的纪念,都是大面积私有带队民进,在带着二三十个民进,在道路上继续查抢,继续大规模的查抢,而且目前平均就是上午下午都突出,现在这就不一样了。 咱们多数的民进都是在高区维护借贷的教徒之需,都突出自立,就是突出自规中心之力,而且只要有违法教规自主席位,咱们第一次对教减害到高区以后,这样就可以采取措施。 这样是节省了不少的警力是吗? 对,基礼加少了,而且实践加少,而且老百姓对这个认可都很轻高。 对,除了这个节省警力以外,咱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系统,还有哪些好处,你觉得? 这个好处还有,咱就拿这个警察不可。 在这一块上,受学是在你查击过程当中,每个民进在查击过程当中,受学是就有了这个预防意识,自我防护意识,知道他要查哪里行车,知道这个车里行车,记不过情况,像咱们以前啊,如果是在不知道情况下,贸然去查的时候,要面对好多头发的事件。 对,容易导致民进收散呀,或者是当时不了解情况呀,继续发抗,还有这个对民进进行保护了一些相关系维。 但是目前呢,咱们透过查击不可的,第一是能对咱们民进提到防护者员。 第二,在日常查击过程,老百姓因为咱要赞扯这个事情,咱们不是大面积去查,而且是臭查。 哎,在某个街道上,某个街道上,主要肯定撤排,可以对这个目标去措施。 对,所以说这个地杂扑控系统应用呢,为我们节省了不少的警力。 那咱们这个科技设备也改变了,这个队伍建设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那咱们在这个交通整治方面,您觉得有什么变化没? 以前它因为这个经济不发达的车流也就少,比一下对就比较好。 现在吃了多了以后,多的话,主要是春风体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在于说,咱们这个政治这个车流也提,仍然乱起这个问题, 又得咱们通过宣传、教育,使大家都对这个交通观念和意识的提高, 慢慢自然以后认识到这个交通, 就是要靠调大家自己要遵守这个交通诡诈, 这才能提到两个效果。 所以说,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或不闻明性, 它会慢慢地理解了以后,自己要遵守交通诡诈, 这就可以使它这个面貌,交通知识也有序了, 这个面貌就改善了。 自那个机动车进行整治以后, 咱们现在对这个电动车和摩托车, 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整治,对不对? 以前咱们这个机动,就是电动车和摩托车是什么样的状况? 以前咱们这个,先说一下这个飞机的电动自行车, 在这一块都是个空白区, 电动车,老百姓购买飞机的车以后, 第一是首先他只有购买时到时的发票哈哈这, 并没有任何单位去借关他, 而且在他被盗窍以后也没有借关, 或者是烧鲁形式也没有相关的交通, 把他自我意识逮捕。 咱们目前,透过咱们这一二年, 对加桥这个对电动自行车的刮牌商户, 基本上是去月四,包括六曲线, 全面开载刮牌商户, 而且最近的我们还, 四公元就专门还把这个刮牌商户, 专门下放在咱们派出所, 更加大了所有派出所联网报警, 加大了这个被盗窍的这个提高以后, 只要在我们日常见面是刮牌商户的时候, 只要刮牌商户在刮牌商户的时候, 老百姓收起了第一一下, 他是用牌照的, 收脚头发压甩, 而且他出来以后, 基本上在刮牌商户的时候的, 基本上的培训和基本上的概念, 他是像这个脚头发的有仪式, 这就是这个二三罐摩托车, 我是13年在我们参与这个车车周队秩序管理的, 当时这个情况,摩托车基本上是大街小小到处都有, 最电械的摩托车逆行不带头盔, 五排五阵, 而且二手刀枪摩托车翻了一截, 咱们透过这几年的政治, 收脚是大街刀枪摩托车, 大面积插口二三罐摩托车, 在插口过程当中, 收脚让他报警起过哈法的车辆来源, 透过哈法的车辆来源, 排除一部分刀枪摩托车, 再其次的, 只要是给予诸多半点上户的驾驶员, 一律面语罚款, 给予批评教育, 来提告大家的对持有驾驶者和行车者的 哈法权益, 然后多说他刷保险, 保险未经纪是一百块钱, 即使老板鞋都是不自导的, 再就是在日常管理, 透过资料方面, 多说他在办理相关头盔, 而且咱们在去年到今年, 我们就对了, 相机就发发头盔就目前落地, 但是在目前见面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挖不带头盔的现象, 现在又回事抓狂, 什么回事就是, 已经有诸多带头盔, 而且还是持牌诸都带头盔的人数, 越来越多了, 大家这个安全意识就高了, 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酒驾, 就是说通过这些加重处罚, 咱们现在的那个市里边, 这个酒驾的多不多了? 酒驾的基本上是不多了, 咱们现在根据到自队也好, 生州队也好, 要确别严格, 咱们自队那边开始, 每个礼拜五、五、六、日、三天, 晚上就要这个酒驾, 还要查出这个位置, 叫夜查, 所以对这个研究人, 大家都挑了一个镜头, 一般人们说,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对, 杨栋经常去查这个酒驾, 对吧, 您觉得五年来这个变化大不大? 五年来, 五年来变化确实是有的, 像咱们前几年, 我们前晚上查一个酒驾, 一个酒驾数, 一个酒驾数肯定是比现在要多, 对, 最久的数也要比现在, 但是目前除了几年来, 去年下半年开始, 像咱们最近一直去的是五、六日查, 就刚才喝点上五、六日查, 之前咱们是说, 今年咱们就告过了这个酒, 咱们告过这个利涼拌麻仙, 但是到时告这个利涼拌麻仙的时候, 大部分主要是血船为主, 我们为讨这个, 第一些名记者, 主要是注意点血船, 血船那部分车辆, 购交车还出租车, 注意点差, 差点购交车还出租车, 但是差点购交车, 咱们多数以匹匹交易为主, 因为咱们购交车还出租车, 在咱们失去的, 都算一个名片车辆的, 他们知道以后, 要跨山的消费部门就都知道了, 到目前为止, 咱们就不是说是以教育为主的, 就是不戒断, 不定时都要进行查击, 查击以后给予下一个处罚, 对, 变化大不大现在, 现在下到大了, 你看平时我还经常出去, 我们事的时候, 爱情话做个出租车, 满街上转一转, 其出租车司机门翻译提过下, 这个利涼拌麻仙, 他们已经到这个出租车了, 因为200块钱出发事情, 主要是G3份, 这个向导也, 高家既然能拿出利涼拌麻仙, 即3份这个出发措施来的, 算明一级部这个卫招协委, 准备后终点的一个违法协委了, 这些都是靠我们市民自己的这个自觉性, 那您觉得这几年这个市民的意识, 有没有什么变化? 别的客人多了, 大家都, 就先到这个车子路口, 交叉路口, 又得交通信号的地方, 大家都能看看红灯路的, 滑豆子, 应该停, 应该走, 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以前我觉得市民特别的不理解交警的工作, 经常有时候咱们交警去查他的话, 他特别的不高兴, 还会跟交警发生冲突, 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 现在这几个边, 几个边还存在, 但是从目前这个车子, 咱们从电讯事故上就能看出来, 以前像飞机车车, 阿萨罗蒙套车, 与基车车发生交通事故, 多数都是, 一看是四个轮的, 才两个轮的发生, 四个轮就要窃扰两个轮, 但是从目前看这个情况, 就窃扰不一样, 虽然是存在, 我要窃扰你, 但是从法律角度上, 多数加持也会下车, 你第一次要询问你, 上庭, 第二次询问你, 你师父持有加速者和行政策, 师父带头盔, 现场就要固定你相关的证据, 这给我们民进在现场处理过程中, 也带了几大的好处, 对, 因为现场咱们加速, 法律意识强了嘛, 就是你二三轮毛套车, 包括电动自行车, 你没有拿到相关证据的, 还有没有拿到这个难学措施的头盔, 你自己心里也要考虑考虑, 你自己处在什么问题, 这就是这个意识改变的, 对, 那么咱们这个在辩明措施方面, 有没有什么改变,变化? 辩明措施这一块, 其实咱们意望都是以交集队为主, 就是在独立的交集大队之队去代表, 现在我们基本上咱们的程序都是以高区为主, 每个高区就是每一个辩明服务站, 包括一切咱们电动车商牌, 二三轮毛套车登机, 头盔法放相关法律制式的咨询, 而且是现场建议事故程序, 高区民进现场进行开探, 证据报复措施, 这都是咱们现场之类, 所以这样就不用你来回跑了。 来回跑了, 辩明措施, 对方便了我们很多视频, 方便了很多视频。 咱们在宣传方面有没有做什么工作, 几名互动? 也有另于这个节会,庙会, 我们大队组织到社区, 给大家做宣传轨装, 还通过具体交通事故的耐力, 都给老百姓和人民勾断过, 通过耐力, 通过具体事情给大家一些, 再通过发发宣传。 宣传资料, 都给大家勾托了, 大家确实是, 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会让人怀疑。 看来我们五年这个变化, 还是很大的是吗? 五年的时间,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真的是白居过隙, 沧海一宿, 但是对于我们路面执勤的交警来说, 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过往。 科技日新月异的改变, 带来的是工作模式的, 颠覆性的革新。 以前顶风冒雨的路口坚守, 变成了现在天网监控下的全停掌握。 以前办理车管业务的跑步模式, 变成了现在的一战式半截。 这些变化呢, 都预示着我市的交通状况, 将会越来越好。 俩好的交通环境, 关系着身边你我他,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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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